今天我们讲一下在spine里面如何制作走路的动画 走路动画在动画里面是非常常用的一个动作 那么我们看看怎么用非常简单的方法 把走路动画制作出来 这是一个标准的2D模型 我们进入动画模式 这里面是我调好的一些基础的待机动作 那么我新建一个动画 这个女孩叫Mag Walk 我们单调她的走路动画 走路动画其实 在学习的时候 尤其像我在学习走路动画的时候 都是从临摹开始的 临摹走路的整个的一个过程 一帧一帧的去画下来 其实我建议大家学的时候应该去找网上的一些资料 去把每一帧都背起来 我是在掌握了整个的走路动画的规律之后 然后总结了一套比较简单的调节走路动画的方式 大家可以学习我的这种方式 但是如果想解决比较基础的运动规律的问题 建议还是用手绘学习走路的每一帧 好了我们直接来调节走路动画 走路动画一般来说第一帧是一个两脚迈开的一个动作 两脚迈开 一定要记住一点 如果在走路动画里面 走路动画里是不会有两脚直立的状态的 绝对不会有这么一帧 如果有的话肯定是错的 你在走路的时候 整个走路过程 你中间是不会有直立的状态的 好了我们先调一下这个走路 调一下这个谷歌 因为刚才我调了一下谷歌有点问题 忘了修这个权重了 重新绑一下 这两根谷歌 我这谷歌绑的可能跟正常的有点不太一样 我这个这么绑是为了做一些待机动作 就是让他我在移动身体的时候 把脚固定在地上 那可能有的人问了 为什么不用IK 为什么不用IK固定这个点 一个关键问题是 这个项目它不许用IK 我不知道为什么 它不许用IK 所以我就是用了两个固定的点放在下面 但是它可能调节走路动画有点不太方便 应该也可以调走路动画的第一帧 两脚一个迈开的动作 然后手臂 现在是右脚 右腿在前面 那就是左臂摆到前面去 右臂摆到后面去 注意调走路动画的时候不能一水 不能一水 这是第一帧的动作 第一帧的动作 然后复制这几个主要的骨骼 腿部上的骨骼 手臂上的骨骼 所有人全选 做一个40帧长的动画 现在是每秒30帧 40帧长是一个比较合适的速度 因为是左路 它是循环的一个动作 所以第一帧和最后一帧肯定是一样的 那么在第40帧粘贴所有帧 记住循环动画一定要先做第一帧和最后一帧 循环动画一定要先做第一帧和最后一帧 那么中间一帧 动作是相同的 但是是相反的 还是这个姿势 但是方向相反 就是右手摆到前面 左手摆到后面 然后左腿迈到前面来 左腿迈到前面来 看这个动得比较奇怪 就是因为这个骨骼 一个比较特殊的绑法 一般是不能这么绑的 这个看项目要求了 这是左腿在前 右腿在后 右手在前 左手在后 形成这样一个动作 可能刚才有一些帧 有一些骨骼在第一帧没有定关键帧 重新定一下 好 我把这些骨骼再复制到最后一帧 好了 形成这样一个动画 形成这样一个动画 没有完 这是一个基础动画 因为这两步大家应该比较好理解 就是走路的第一针 一腿在前 一腿在后 一手在前 一手在后 最后一针是一样的 第一针最后一针是一样的 那么中间针相反 这个非常好理解 这么调是为了便于你理解 可以比较好记忆 腿都是直的 腿和胳膊都是直的 都是直的 然后调完这两针之后 调完这两针之后 在第一针到第二十针之间 第十针 它一般会走到一个直立的状态 它一般会走到一个直立状态 因为脚是正好在中间 中间这个位置 在这一针 我们要调节一个脉腿的动作 脉腿的动作 不能这么放着 走路当中是没有直立状态的 除非你两脚搓着地走 会出现这种情况 这是错的 这是错的 那么注意 现在是左腿在后面 第一针左腿在后面 在 是左腿吧 是左腿 迈到前面来 迈到前面的时候 那么在中间一针 它应该是左腿抬起来 左腿是抬起来的 你走路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你走路也是这样的 自己想想自己走路 什么样子 是不是这样的 这腿怎么这样 它这个凸层分的有点问题 调一下 现在凸层分的是 左腿小腿走到右腿大腿后面去了 我们再调一下这个凸层 这叫MAC1 017 MAC1 016 有的时候就出现那种问题 这个应该 这个放到前面来 这就应该对了 对 现在是对的 走到这 然后膝盖这个骨骼 给它转回来 注意看这个脉腿动作 现在是不是比较接近于走路的正常的状态了 对吧 它一定要有一个脉腿的动作 这是第0针到第20针之间的身体直立的状态 然后后腿要脉腿 后面这一部分是同理的 是一样的 一样的 那么所以在这一针应该是右腿 右腿脉腿 右腿脉 这样一个动作 也是膝盖这个骨骼 当时在这儿为了定额关键针 对吧 这样看这个走路动作是不是就正常多了 对吧 这就正常多了 那么还没有完 还没有完 我们要调的更真实一点 更真实一点 那么在选择躯干的这一针 选择躯干的这个骨骼 在第一针定一个移动的关键针 在最后一针也给它定一个移动的关键针 因为第一针和最后一针是一样的 记住循环的话 第一针最后一针一定是完全一样的 不能有变化 否则它会跳针 中间这一针20针 是不是也是一样的 对吧 它动作一样 但是动作相反 相反的动作 但是身体位置应该不会有变化 所以这也是定一个关键针 三个关键针没有变化 那么在脉腿的第十针的时候 它应该有个变化 是什么变化呢 它的身体应该往上抬高一点 为什么 因为在第一针的时候两腿是插开的 那么在中间一针其中一条腿是直立状态 那么整个身体肯定会往上移动一点 所以要把身体稍微抬高一些 注意它有一个抬高降低的动作 后面这一部分是一样的 所以直接把这一针复制到第三十针就可以了 这样看做的动画是不是就舒服多了 对吧 比较接近于真实 那么在这种风格的卡通画面下 这个动作应该是基本可以达到要求了 好了 那么我们再调一下 再调一下 调一些细节 胳膊还没有调呢 在这一针 摆到前面的时候 胳膊稍微往前挪一点 然后左手 对 左手稍微往后挪一点 有点前后摆臂的变化 同时调一下小臂的动作 小臂往后摆的时候 如果它要遵循这个曲线运动规律 往后摆的时候 稍微弯曲一点 稍微弯曲一点 然后摆到后面让它直立 但是为了做一些这个滞后的效果 有一些跟随的效果 所以把这个直立的针往后挪五针 不在二十针 而在二十五针 看它的左臂 现在是不是自然多了 对吧 那么再调一下右臂的这个动作 右臂的这个动作 它在低 对一下 低十针 那右臂就是三十针 它往后摆 第二十针的时候应该是直的 因为它摆到前面来了 后摆是变弯 它应该是 对 就这样就可以了 反正挡在后面 我还无所谓了 好了 这就是一个在span里面调节 最简单的走路动画 OK 希望大家能学到一点东西 Thank you 拜拜 拜拜